每逢我们遇到一个跟好里面有一个完全平方数 就像跟好A的平方那样 这个表达式我们也可以写成是绝对值A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着手看看这一条问题是怎样解释 其实这一条方程它等好左手边的部分 我们曾经拿出来作为一个化简的练习 这次我们就可以直接套用上一次的结果 上一次我们说过这个是完全平方数 而这个也是 得出来的结果我们就要用绝对值来表示 这个就会变成跟好X加1-2 而右手边这一块就会变成跟好X加1-3 这样的 这个就等于1 那遇到绝对值 那也是那句了 我们要分case这样进行讨论的 那么这次上一次也有分到 但是我也知道上一次说得不是太清楚 那么这次呢 就详细一点加一些补充的 首先对于跟好X来说 对于跟好X加1来说 那么这个绝对值呢 就将这个数字分开了两份 那么它画了一点 如果要这个东西等于0的话 那么跟好X加1就会等于2 而旁边这些东西都是进行同一样的处理 然后它就可以将数值画上3的这一点 那么跟好X加1就等于2或者3 那么这两个东西就会令到绝对值 其中等于0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X又会变成什么呢 那么跟好X加1等于2的人 X 这个就等于3 而这个东西等于3的人X就等于8 那么咦 咦 我们还有一点 那么留意这个X呢 是在这个跟好里面的 那么为了要令整个跟好呢 有意义 那么我们就要切X 它是有一个下限的 那么它就不能小过-1 那么如果小过-1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 对一个负数开方 那就不是我们讲的实数了 那么所以呢 X它就要介乎在负1和3之间 这个就是第一个region 就是X的下限只可以是负1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 那我们呢 就会分成三个region 而第一个region呢 这个X就是 它下限是负1 那 那 X就介乎负1和3之间 而第二个region呢 这个X就在3 和8之间 和8之间 第三个region呢 就是X大个或者等于8 那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 就可以着手 开始解方程了 上次只是做了一些 简单的化解 那解方程之前 当然就直接用上次 化解完出来的答案了 上次化解完的结果呢 region1呢 我们会有5-2 跟好X加1 那 而region2呢 就是1 只剩1而已 那region3呢 我们会有2-X加1-5 那这一条是方程 那就是有右手边的 我们只是 simplify左手边的部分 那当然 这些 那么多条式 我们都要加回一个 等于1 下去了 那我们先看看region1和region3 那region1 我们解了出来 经过少少这个代数的步骤呢 我们解了出来 X 就是等于3 那 而region3 这个东西呢 我们X解了出来 就是 X等于8 那我们来看看 首先先看看这两个数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我们题目要求 的这个 数字范围 那 X等于3 那这个region 那 那 而 X等于8 刚刚好 踩界 就当它 X等于8 不是当它的 其实它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所以X等于8 是一个 正确的解 那 然后region2 这个就搞笑了 既然它是写着 1 等于1 那 X去了哪呢 那 它其实没有说过 X 是什么 那就是说 在中间的 这个region 这个region 它其实 不管你的 X是什么 其实 independent of X 那 所以呢 X你其实扔下去 全部数 它都对的 那 那 如果 各位有时间 就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扔 介乎于3 和8 中间的所有数 那 那 有五汁一个 甚至无厘头刀 你可以扔个pi 都可以 那 那 你如果 试一下套下去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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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条式其实是等于1的 那 就是说 如果我们计算到这条是行等式的话 左手边等于右手边的话 那 它就是说 嗯 一来 这条中间的region 是independent of x 你扔任何数下去都可以的 那 结合 region1 region2 region3 那 这条式的解释是什么呢 region2 我们有一个叫通解的物体 那 就是independent of x 那 所以region2 得出来的解释呢 这个东西就是 x 小过8 x 大过 又等于3 对吧 那 如果我们将这个x等于8 这个东西拖在一起出来讨论的话呢 那 我们就可以说 x 大过 等于3 小过 等于8 那 结合了所有东西呢 这个就是 对于 今次的这条方程 x的解释了 终于4 柠檬